那個在地的那種這個氛圍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這幾天其實也有人跟我講 他受到的委屈 那我聽得很難過 我說那你來講 那我我可以替你在節目上公開的 這個伸張正義 他想一想 不敢 名字都不敢 不過有一位姓蔡的這個 我覺得他導致 蔡宗南 對 他這個人導致很勇敢 這個你們節目上好像也有整理他的資料 這個蔡宗南先生 我覺得他就很勇敢 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黑吃黑的案子 然後呢 我要我要修正你的 他不是黑吃黑 他不是黑吃黑 所以他是黑吃白 蔡宗南先生 是請他做選民服務 對 然後他他的選民服務 是把人家的公司給吞掉 對 我告訴你 我也有接到這樣的投訴 他是不敢出面 但是不是他這個人 他不敢出面 也是這樣子 將來他們會出面 我們正在勸告所有的過去被他欺凌的 被他給魚肉的 而且被他真的欺負的人 請站出來 來 李校長 他們家族在海線地區 甚至現在整個台中市 所做的這種欺負別人的事情 其實 閩南你說的 說得了不真 收也收不完 太多了 甚至有一個姓陳 就住在他們隔壁村莊 四十年次的 名字我都知道 親自跟我講 當時是怎麼樣被家裡開槍 然後被雙手抓住 兩個人抓住 當場陷耳光 打造在地 我說好啊 你跟我講 我相信他講的 那為什麼他要打他 很多都是這樣啦 工程款不付啦 買了東西 錢 叫你進一些東西 很多這種事情 你說嚴加不付錢 對 太多了 然後要錢就把人家打到地上 對 這種事情太多了啦 但是 你公開講誰 你找 現在如果他們不敢出來 所以我敢講的就是 這個就是最明確的例子嘛 今天這個蔡宗南先生 他是有寫一個授權書給你 對 請你公開講 所以你很快地告訴我們 這個蔡宗南先生如何 昨天你已經公開講過了 那嚴加有去威脅他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講 很簡單 其實他是在去標 臺中市政府的停車場 經營還不錯 可是有一個欠他錢的 一個姓陳的叫陳永柱 都每天去找他泡茶 結果四月就開始有黑道 叫大象的姓朱的 就恐嚇帶了三個 一個大堂口 一個二堂口 大當家 大當家 二當家 還有一個小弟 帶了三個人要恐嚇 結果那個陳永柱就說 那個蔡先生要報警了 結果陳永柱說 我找圓寬恒立委服務處處理比較快 這樣就開始了 結果真的去到那邊 跟圓青山認識之後 圓青山旁邊的一個叫做 助理 林玉德 很好意的就跟這個陳永柱 三兩個人就到他公司 就變成保護他 然後甚至說你這個保全不用 我請我們的小弟來 就請他們比較好 大家兄弟比較好處理事情 就進去了 結果進去沒幾天 那個林玉德跟他講說 又有一個像裸西的 又恐嚇了 那個要來恐嚇你 所以我看趕快處理 不然的話他跟大象再聯合起來的話 我看不得了 所以他就拿了二十萬給他 二十萬處理之後 他以為應該沒事了 結果在五月圓青山親自就約 這個大象朱華青先生 還有他的大當家二當家 還有一個小弟 還有他們一群人 就在一個餐廳吃飯 蔡先生當場三十六萬奉獻出去 然後還有餐費 還有買餐票 還有給原寬恒立法委員服務處 紅包三萬六千塊 然後他以為他這樣就事情結束了 沒想到六月這個林玉德 就載著這個蔡先生 蔡宗蘭到服務處去 就是在殺戮 一個六路里 結果就被鐵門拉下來 長短槍 那三個小弟 在他公司的三個小弟拿著長短槍 放著 開始說你的公司我們要接收了 給你幾天考慮 看你怎麼樣 不然的話就開始恐惡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就不用再講了 結果回去以後 他就開始找人要怎麼樣 結果都不成 沒有辦法 也去警察局投訴 結果警察局來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是股東 那些陳永柱跟林玉德 就跟警察說 這我們是股東裡面的糾紛 不了了之 然後又跑到台中市議會去陳情 一聽到姓緣的家族 不敢處理 他很無奈 結果七月十號他就被迫 也是一樣恐惡 簽下這個叫做公司負責人的轉移 結果他要去登記 那個會計師說 沒有理由登記 結果在七月十六號簽了一張 欠在竊節書 也沒有寫欠多少 然後整個公司在七月十八號 就被過了 就故事就那麼簡單 那那個蔡先生實在也很後悔 不但是他單純的人 他爸爸是還是國小主任退休的 蔡宗蘭的爸爸是國小主任退休 他們家很單純 結果他搞得妻離子善 他差一點自殺 但是因為爸爸還在 所以要照顧爸爸媽媽 欠債還很多 還欠很多人錢 因為他跟人家借錢來開公司 現在還在還錢 快還軟了 他有一棟房子還被拍賣 因為欠人家錢 要還人家錢 所以他也很後悔 他說他這個就是去立法委員 沿寬恆服務處 陳情 尋求協助的結果 因為他說沿寬恆 立法委員沿寬恆口口聲聲說 在地服務就是他們的服務結果 哇 他的選民服務經典的就是 去幫你服務到最後 是把你公司給撕下來了 蔡宗蘭先生 他還寫了一個聲明 特別是請你公開幫他這個陳述的是不是 那這個事件是在這個八年前發生的 七年前 七年多年前 一百零三年 所以蔡宗蘭先生他經營這一家駿城物業公司 經營停車場 然後有這個黑道朱華青的人要去威脅他 他就去有朋友是陳永柱 那他就問陳永柱怎麼辦 陳永柱說不要報警 去找沿清彪的兒子沿寬恆的服務處的人 沿寬恆服務處的主任 那個時候是這個沿靖山 是他們家族的人吧 然後呢 叔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他辦公室的助理 林玉德 然後從此就上了賊船了 然後他的最後 這家公司被他強迫簽了這個借據 然後公司就被他吃掉了 而且呢 警察聽到的是他們嚴家 跟副議長跟嚴金票有關的事情 就不處理 這件事呢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將來我們會在節目裡面慢慢的再告訴大家 也要補充一下 那是過去的故事啦 現在的檢警調應該是很認真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所有的百姓 如果你遇到這種事情 一定要尋求法律協助 不要去找一個像顏光恒這樣的立委的服務處 我請教你那蔡宗南先生現在人住在哪裡 清水 清水 隔壁就是殺戮的隔壁 對啊 他本來是清水人還是殺戮人 對 本來就是清水人 他清水人他跑去找顏光恒幫忙 因為 就是交友不上 不不不不不不上了 上了這個檔 通常社會都是這樣認定 叫黑隔壁來撤得比較快 所以這個他是因為看到最近我們都在這個審視檢討這個顏光恒的作為的時候才鼓起勇氣請你公開替他 因為他看到寇寇節那麼勇敢 他說他也不怕了 他現在也必須這個讓他的安全能夠得到保障 清水這個地方是蔡其昌這個副院長的這個選區 對不對 我們蔡其昌副院長得宇應該做選民服務也要保障他的安全 你說一下這個案子吧 這個案子我跟大家說 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個 就是我也收到投訴那是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也是 他要他擦股人家擦到最後把人家吃掉 那個人到現在前幾天我還跟他的這個朋友在溝通 他朋友說他死也不肯簽 那這種案子已經到了是犯罪的狀況了 那那怎麼辦 蔡宗南先生接下來好像這個 如果被威脅的話 又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德宇 台中的海線 居然我們的這個良善百姓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恐怖的壓力之下嗎 我其實蠻欺佩這個蔡宗南先生 那因為他在這個時間點其實很多人認為說 對於這個暴力威脅能閃就閃 但是他還是願意簽下這個切結委託書 那請我們李校長在節目中公開來做這個陳述 那 那嚴加的這個服務 過去講好聽的叫包三包排 那其實 在這個是非黑白之間 存有很大的爭議 那包括我們過去在相關的法院的判決書裡面有也有提到 包括他的服務處的助理或是服務處的住所 都跟這個相關的刑事案件有所牽連 那他們通常都會有一個助理有很多種啦 有的是實際上在服務處真的是 就是行政或是法案協助的這個助理 那有的是廣義的 我就是這一個掛著這個服務團隊的名義 在地方幫忙遇到一些事情 黑白的可能都會有幫忙喬幫忙 折中協調 那這種案例類似的做法其實確實有耳聞啦 那今天如果說今天蔡宗蘭先生所陳情的公開的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包括在地清水分局 這個應該也都要主動來關心 關心我們蔡先生的這個 臺中的地檢署就應該來出動啦 對不對 這件事情還沒有這個超過法定追溯期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大家不要害怕 像李校長這樣的人 或者是像我們現場的所有來賓 像現在在臺中的中二選區 每一個角落裡面都有那種這個正義之聲 只要大家手牽手就可以把這個邪惡帝國 給這個送到我們應該有的制裁當中 各位在這個林宇德這個助理 以及顏寬恆服務處裡面 我們隨手前一陣子 朗東曾經跟我們講過一個案子 那就是警察有筆錄 說他很怕這個黑道的立委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討論過 顏清彪跟跟那個這個 給這個當事人有恐怖的感覺 可是進了法院之後 他否認了對不對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段儀康 會在他的臉書上面寫出 剛才這個柏陽所說的 他顏清彪 他被告喝花酒 這個暴公賬算什麼 他兩次入獄 我們以為他都接受制裁了 原來沒有耶 他的殺人未遂罪是無罪的耶 所以為什麼這個顏寬恆口口聲聲叫我們法院見 為什麼剛才李校長居然執法人員會跟他講 在你們中二台中的這個市的這個海線裡面 講有人一票五千塊 就會被告嚇死人 這個事情比這個古代那個獨裁王朝都還要可怕嗎 那段儀康說 別小看顏清彪的神通廣大 我相信他們以為他們過去的那個 在一個金鐘罩罩下面的那個胡作非為可以持續二十幾年 他們還以為可以繼續下去 各位 只要我們公開的這個 來檢視他 公開的來討論他 只要你們大家有誓證拿出來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追到底 連段儀康都說 2001年台中地方法院的判決 除了貪污十二年 還有殺人未遂八年 持有江界四年兩個月 教唆頂替十個月 合併計算應該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併科罰金一千萬 赤奪公權十年 結果呢 這個 其實殺人持槍這個案子 才是真正離奇 1996年審議員 顏清彪被自稱詹龍蘭的電話勒索後 從審議會改回殺戮 他的手下 黃靖火打電話給另外一個手下說 到山上拿茶米大罐小罐一起帶 拿去投家那邊 投家要泡 後來投家的手下承認 大罐茶米就是污汁衝鋒槍 小罐茶米就是制式手槍 投家就是顏清彪 顏老闆的四個手下拿著大罐小罐茶米 在老闆的建設公司外面巡邏 發現一輛VOVO很可疑 就分別拿了茶葉罐掃射 總共噴了四十幾顆茶葉 用茶葉罐跟茶葉保護投家之後 這個手下呢 上了公司二樓跟顏老闆回報 以上這些電話跟對話過程 都被幫使得省行大監聽錄音 離奇的是 警方把錄音帶跟逸文 呈報給檢察官的時候 逸文卻獨獨少了這一段最關鍵的記錄 如果不是台中地檢署特徵組 認真的把錄音聽了一遍 大概省議員顏清彪 就會被省席大這樣善待過去了 但是後來投家還是很厲害 殺人未遂 無罪確定 非法持有茶葉罐 也只判刑三年半定驗 所以不只工程招標 105號碼頭可以透過立法委員施壓 然後公辦變民營 他們真的相信法院是他家耶 所以各位他為什麼口口聲聲 叫我們大家法院見 他還讓律師昨天寫了一封寒信給我 而且寫得非常地草率 非常的這個這個 是簡單 意思就是你講我不對 我就要告你 你給我等著 就是這樣 因為法院是他家開的 法院原來是嚴加開的嗎 名譽 那就是訴訟擾亂戰啦 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這個是形式上的恐嚇你嘛 就是只要你在講我就告你嘛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這樣一直這種爛 訴訟太泛濫了啦 那大家都知道說 訴訟是今年累月嘛 那他現在就是要說 他現在只要一講說 我已經這個法院見了 告你告你 就不管你在電視上講什麼 你就是舉出在座的實證 他就會通通推給法院 反正一切呢 就是我們這是合法程序啊 然後交給法院 他就可以什麼都不用解釋 他就說我一切都到法院講 所以包括我們待會要討論什麼 這個一如五號碼頭案啦 還有包括什麼這個尿尿小童啦 那甚至還有我們講的 爆料這麼多的案子 他反正他就每一件都推給法院 他就是不要講 我覺得這是非常籠統的一種方式 我們通法院見喔 這個這個我們有這個 相信合司法的程序這樣子 那他就一推二做五 都不用解釋 一切交由司法來審理 這標準答案嘛 那你坦白講啦 這看起來是非常致視 可是這個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因為因為坦白講 就是說你這個等到法院 真的要開庭審理的時候 選舉早就選完了啦 而且每天這麼多的案子 大概民眾也不會記得說 你開庭是開哪個案子 這就是一種脫逃術啦 脫逃類皮術 所以我說這個是非常不負責任 所以我們就要勇敢的拿出證據 每天在節目裡面 跟他節目見啦 沒有人要看 就是法院見OK 走司法出送這也可以 可是說我認為說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已經現在 不是法律的問題 很多事情 你看包括就是我們之前有檢驗他的嘛 就是為什麼就脫產的部分 脫產部分是一個 還有就是說你這個投標 他就用那種很六點六折 那個方式啊 很投機 法拍屋 法拍屋這件事情 其實你嚴格來講啦 這個都是合法 他就走那種法律的漏洞程序 那除非你今天是用修法的方式 包括鎮藍宮也是啊 鎮藍宮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宗教法嘛 所以他為什麼突然這個財產會一夕 這個暴增本來兩億多 然後我們檢驗他之後就變十八億多 對 我們儘管講了這麼多 那這個那問題是說你沒有宗教法 你還是拿他沒有辦法 這只能就是說你靠這些董監事 他是不是真的願意拿出良心來 你真的換人來做做看 不然就是說很多真的都是專這個法律漏洞 而且他專法律漏洞你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以我們一般市井小民 我沒有辦法去派一個人去贊助那個房子 讓法院不點交 然後再用這個法派讓你流標流標流標的方式 最後你還是再找你自己的人來 你嚴加的人來把這個房子標走 你去嚴格檢視那個程序 那除非你今天再進一步去深討是說 那他到底是不是這個就是說假用用這個假脫產的方式 這種走脫產方式 還有他結婚離婚啊 他只能雙手一攤說 我是正常的啊 我是結婚了 我感情不好啊 你怎麼樣 那你沒有辦法真的去就是說 人格嚴格是說你是不是假離婚 你去這個脫產 所以我覺得嚴加他們 你是說他們這樣傻傻 我覺得我倒也覺得不是 他們是真的很厲害 去研究那個法律的漏洞 可是這個就是說 但是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是靠媒體的力量 我們把它爆出來嘛 那就算真的最後法院拿你沒辦法 像我們沒有宗教法 拿鄭蘭宮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讓這些信眾啊 讓這些信徒 或是讓民眾知道說 你嚴加是這麼惡劣 用這種惡劣的方式來進行你這種財產的轉移啊 我告訴你對鄭蘭宮的這個名義上的這個壓力啊 其實是在的 否則的話鄭蘭宮也不至於要公佈一個 一張A4的這個 所謂的財務的報告 這個呢 東西大家都不相信 但是 連鄭蘭宮四十幾年只有2.9億多的財報 一模一樣複製貼上 22年來被你年輕彪霸佔董事長的位置之後 經過我們全台灣的媒體 以及像李校長以及 易景龍先生及 王金盧先生的兒子 王清玲等人啊 他們公開露面的 這個 這個強烈的 向嚴加提出質疑 他們還是必須跟社會對話 所以我再次 跟嚴寬恆 跟嚴清彪說 連鄭蘭宮都必須 向民意浪潮低頭了 我就不相信你們嚴家 嚴清彪嚴寬恆可以完抗到什麼時候 法院不是你加開的 法院不是你的私設刑堂